记忆张辽和张合之后 无子良将的图鉴终于又更新了 这位就是曾经在相反之战率军击败关羽的徐晃 用心感受玩具 欢迎收看今天的几家测评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FZ工作室出品的猛将传 无子良将徐晃 那胶甲的造型还是保持着一贯的张力 尤其是这次主武器配有一把超大的斧头霸气逼人 主体设计了罩袍内穿的方式 就是把整个罩袍穿在了胸甲之下和裙甲之上 别说这样的设计还挺有新意的 罩袍边缘烫金花纹 同时内嵌铁丝可以自由塑形 配合动作调整裙摆和袖子的角度 就能摆出非常飘逸的造型 甲皱为山文甲样式 这次可以看到在山文甲上是有枪铁色涂装的 虽然整体配色偏深 但是细看层次还是比较丰富的 可以看到上面的皮质纹理刻画也很拟针 肩甲为双子母扣设计可以轻松取下 但是把玩过程中基本是不会松脱的 整个肩甲的可动范围非常不错 在罩袍下也有B甲的穿戴 继续看还有一件红色底服 这个罩袍的设计不影响裙甲可动 而且把裙甲稍微往外 把罩袍撑起来一点反而更加好看 头雕一看就是一位猛将 符合你对徐晃的想象吗 既威猛又俊老是一颗不错的头雕 还附带一颗张嘴表情头 这个嘴张的感觉可以吃下拳头了 并且这次搭配有两个发剂 头雕可以单独拿出去使用 一个扎巾是可以真实穿戴的 那这个扎巾的版型很棒 后面的飘带内嵌铁丝可以自由塑形 头盔造型比较特别 灵感是出自这里 这个金盔一带感觉还挺萌的 一个长柄的斧头 那头部基本有巴掌这么大了 全都是合金材质的 一把剑 剑身合金材质 配合了电镀效果的剑刃 可以通过腰带上的挂钩搭载上去 拿出来附带的战力力牌 统帅值真的很高啊 不愧是率军击败过关羽的男人 那么这套徐晃满分五分 你觉得能打几分呢 前弹幕发出你的评分 总的来说 这次徐晃的可玩性感觉要高了不少 这个罩袍的设计 不管姿势怎么摆都很出效果 而且这个可穿脱的杂金 佩戴效果真的很不错 市面上这个配件貌似并不是很多 那人偶整体色彩搭配的也不错 尤其是山文甲的涂装 使得远看低调奢华 近看有层次分明 那这套人偶我很喜欢 视频最后 大家是否还记得 我们五子梁将的图鉴 还差哪两位猛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关注我 第一时间收看更多 魔玩新品的详细测评 我是极佳 我们下期视频 不见不散